台中主席便宜的回草在在企业期间就已经正落 这几年来定期来这个厚水修正的志工 是一位国中的退休老师王于珍 后来王老师的这个身体因为不好 在去年就像台队关门的任务 交给理所丁丁人 那么特别的是新疆的志工 他们一开始任征会的家族都不会输用 也不过就是因为这种便宜当作处的这个信念 让他们挤回困难 用心 用爱来照顾 在六点完李树珍这段志家就已经来到台中主席便宜 证人傅付级修正回草 以原本的工作是做工程 需要紧定精 以用这份心来做主席 做桥梁应该要秉持的精神 就是绝对要按图施工不能偷工减料 那秋元孙母也一样 树木种下去它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照顾它 它稍微有一点变形 我们就要很细心地去修剪 正人傅设施时就对方的真有幸福 可以来这里付出感觉很幸福 不过对李树珍 郑喜悦和唐紫玉来说 就不简单 刚开始他们的家族抓不住好 上人说干净还有整齐就是美 所以我就朝这个方向就是说把它整理得整齐 干净不要有枯枝啦 用简单的心做最困难的事情 这些人变做变悟 很多人都很懂我们不太懂 因为他只要看到了就跟我们讲说怎么做怎么做 其实在从中学习很多 愤的几天将这些回草动作家庭人来照顾 一星期利用两天来压水手草 就算落后天也要来 都是我自己在家来整理 四周围也整理干净 要看得比较舒服一点 整理好 有人说好漂亮啊 感觉上又不一样 就觉得好 感觉很欣慰 让病人看得也很舒服 就很好 好病人的人可以在台湖人中 疗用身体 就像王玉珍老师同样 虽然现在身体不好 暂时没法到来 不过爱的关怀有完没办 种植树木跟养育儿女一样 所以他们有来说 我不要 我不要用心 不要问 用心 因为有了大家的爱 台湖自在病人的回草 近感到幸福 台新闻消失庭李月威 台中报道